上个视频我们获得了我们的第一个同伴塔克桑 并且推着他 让他帮我们自动捡取天然的作用物 并且获得了过空的拉图 这个视频我们要去完成系列任务 库博取得任务 在资料库开始任务以后 我们前去星图的航 开启这个系列任务的第一阶段任务 获得孵化母块 这些一个生存任务 我们需要在科普斯的飞船上 生存五分钟 就可以完成任务 解锁控制台后触发警报 任务正式开始 雷人为了杀死我们 关闭了飞团的围装系统 我们要时刻注意坐上角的围装系统 不要让他击落到零 星沙的敌人会掉落小型围装胶囊 会增加4.67%的围装系统 雷人们每个一段时间还会投放一个大型的生命围装膠囊 激活后可以会负30%的维生系统 还会掉落一个生命球 同时给予玩家20点经验值 完成任务后 我们会获得孵化器模块 味道飞船后 我们将孵化器模块安装上 接下来 去进行事业任务的下一个阶段 去地球获得一颗库博蛋 跟着黄色任务点就可以找到库博蛋长穴 测回长穴就一定会获得一颗库博蛋 这个掉力可只有在这个任务时候才有 在地球节点任务中碰到这种草标 记得扫描一下 以后做叠甲系列任务的时候需要 味道飞船后 在孵化器这里 使用库博蛋和一个孵化能耐婆心 就可以孵化库博了 孵化库博需要两天的时间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去做其他的任务 如果材料足够的话 我们可以去出造场 将螺丁步枪制作上 以后的结合点任务可能会用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